字幕志愿者 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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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又到了数字逆经的时候 我是郭明静 我是郭元宏 之前我们停了时间是假期 我们有个负货假期 昨天是一个5月的假期 所以我們都停了幾集 我們又回來跟大家見面 今集是講財富篇 沒錯,又要重溫 財富篇最重要是 如果有觀眾想打電話來 就要記住我們的WhatsApp 我們的WhatsApp是628-60670 記住如果想重溫我們的連結 Youtube 並不是叫數字人生 記住要打逆經數字人生 如果你打多數字人生 就會去林子祥那首歌 之前我們也有提過 如果你想聽我們的節目 其實在Youtube 找回我們 看回之前的不同的題目 袁雲老師,我們今天講的財富篇 究竟我們那個人生數字名判裏面 有些號碼出現了會帶來財富的 帶來財富就要好好把握 因為人最難我們要說 讀萬件書不如走萬里路 不如羽人無數 羽人無數不如高人子路 不如心中有數 為什麼要講這些號碼呢 其實我們有先也長調 號碼是沒有好壞的 我們講過81組 不是每一組都有財富 我們抽有大約有10組、8組左右 那裏很明顯是有財富的 其實財富篇很多觀眾已經要求快點說了 因為大家都很想知道怎樣可以盡財 還有號碼還要告訴你怎樣計算 譬如說我的財富篇叫做156才算 156呢 如果計算是通常是6月15日出生 不是6月出生 應該是5月1日出生 5月1日出生 1加6 所以叫156 5月1日出生 通常會在事業上用意成功 516也是來的 不如我們說156和516是甚麼 這兩個號碼 156是四方求財 四方求財 即是你要離開一個出生地去賺錢 假設有個人可能在香港出生 如果你真的想賺多些錢 就要出外了 例如東南西北方 總之離開香港出生地去做生意 你賺錢的機會大很多 不代表在本地賺不到 而是在本地可能賺得五分一 可能在本地賺得100萬 但你出去賺就賺到500萬 意思就是這樣 即是可以賠大很多 剛才老師說了 156就是五方來財 516由五至頭開始 就叫五方盡財 分別是甚麼呢 156就是 若果你賺外地人的錢的時候 其實你都要行動 因為你一行頭要自己去行動 去賺的 而516就是 你坐在這裏 可能有很多貴人會走來 盡財 即是四方百面去賺你 即是如果你再比較 516的格格是高一點 沒錯 也沒有那麼吃力 但不是等於你坐在這裏 甚麼都不用做 是的 一定要做 都是要做的 但也有人問 如果有516 156 為甚麼我沒有錢 我應該怎樣回答 那就要看回他自己本身 有沒有 應回這個號碼 譬如他在香港出生 而他有香港工作 他可能賺的錢就不多 因為他沒有承認了這個號碼 所以我們經常說 有這兩個號碼的人 就要衝出去 衝出去賺錢 衝出去發展 或者賺外國人的錢 譬如說 現在很流行互聯網 互聯網的生意可能 在上網做生意 可能是賣蛋糕 或者是賣其他商品 那些訂單 可能 訂單 可能在外國的訂單 是比本地的訂單 多於本地的訂單 是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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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這些號碼,配合一個好的名字,賺錢機會問題不大 剛才老師提過,5月1日出生,或1月5日出生 這兩個號碼應該在你的命盤裏面出現 例如10月5日都有 其實有幾個計法,只是簡單地跟你說 如果老師想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號碼 除了聽我的節目,是否可以諮詢 可以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WhatsApp過來 我們是免費的,亦可以給大家一些意見 WhatsApp來62860670,我們自從上兩集開始 都提供到一個一對一諮詢 因為有很多觀眾反映,如果這樣問 可能都問得不夠,不夠貴,想知道多些 所以老師都願意出來跟你見面,跟你說多些也可以 你可以WhatsApp過來,想要求諮詢 我們會有專人回答你 會安排的 好了,我們說完這兩個這麼棒的號碼 我們接著有一個叫178 也是很大格局的 178很有趣的 這個號碼可以做生意做到全世界 格局都很大 格局當然能量要高 如果能量低就代表你做的生意經常都碰到 即是頭頭抱著客人 是的 但這個號碼必須要再次提醒大家 其實我們早兩集都說過 是的 這個號碼有些事情不能做 有四件事不能做 第一是不要借錢給人 不是代表你不慈悲,沒有錢 即是別人要開飯 既然借得給人開飯可能是一二千元 你就預料別還了 你就告訴別人不要還 即是送給他 即是送給他 為什麼呢 如果借錢給別人 別人不還 你就壓住別人的運 別人也影響到你的運 第二 也不可以簽擔保 因為擔保每次都容易 我們叫做躺著也要中槍 意思是不關你的事 都被你拉到水 什麼事呢 例如有些人在示威 本來不關你的事 你走在旁邊 警察一抓就抓過來 我們叫做躺著也要中槍 是不關你的事 但是都抓過來 第三個就是 借車給別人 就不要借車給別人 因為很容易會有意外 回到來什麼都沒有 總之還有就是不要簽擔保 一擔保就會連累你 其實最近我都在朋友身邊 都聽到有個故事 真實的說 他就走去 不知道自己有這個號碼 他還要在主性格有七一八 然後就做了一個擔保 然後問他借錢的人 然後隔了沒多久就死了 他就要握好數 那裡說幾百萬 幾大件事 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所以有時候有些事情 都不知道怎樣說 號碼出現了就會有這個磁場 所以是不能亂借錢 因為如果你借銀碼越大 其實那個影響就會越大 做擔保也是 你借少少可能影響就少少 你那個銀碼或者你借的人 譬如做擔保 可能你擔保個人某些情況或者財富 那大家都押著大家 是的 而且尤其是簽文件也是 因為你簽了一個名字 責任很大 譬如你告上來 那法官問這個名字是不是你簽的 你便可以 那你什麼都不用說了 那一定正中的 即是不能打的 有什麼可以上身 而且這類人打官司很容易會輸 很容易會輸 所以盡量不要簽文件 亦都不要借錢給人 其實是什麼事 持牌人都不行 持牌人都不行 即是不能做 法人代表 即是在大陸是法人代表 你找到這些人去做 通常都會發出事 如果有一失敗 反而可能做二號一點 是的 例如賺錢 可能你是不方便簽東西 那你請一個人回來 又或者是你可能和別人做生意 那你就做二股通三股 都不一定要做大股通 是的 這個號碼真的要特別留意 如果想知道自己有沒有這個號碼 當然可以諮詢我們 如果是的話 是不是7月1號出生的人 是的 7月1號 或者是 7月10號 1月16號 1月16號 178 是的 1月16號 總之加起來號碼是8 是的 17加起來就是8 是的 接著我們又要說336 這是一個財富號 是的 我們現在說的全部都是財富號 是的 336 其實很簡單 3月3號出生 那就是336 是吧 6月6號出生 那就是663 其實都是一個總數字 當然有少少差別 那336呢 3我們就知道是行動 行動、行動、錢就來 這個就是行正面 是的 但如果能量低 行動 那些錢就走了 即是衝動 衝動、衝動、錢就走了 是的 那怎樣能夠行動正面呢 當然你要有好的能量 因為剛才老師說過 數字沒有好壞 能量高低 我們想把錢留起來 找到的 必須要有正能量 和自己都要小心用錢 在336那裏 如果有這個號碼 有一件事一定是不能做的 是 是什麼呢 就是不可以炒炒賣賣 即是做一些投資 高風險的投資 即投機投資都不要做 投資穩陈 買樓當然沒問題 是的 例如買股票 高風險那些 炒炒賣賣那些 或者玩一些現在很流行的虛擬貨幣 類似那些 即是比較高風險那些 如果有這個號碼 通常都會輸 其實這個號碼的人 賭性都很重 是 因為他衝動 衝動、衝動、錢就走 所以什麼呢 就是買一些實業 或者一些穩陣的東西 買樓 或者做一些定期 總之那些錢放在那裏 你就不要太容易拿到那些 就最適合他們 甚至保險都可以 保險都是鎖在錢 這幾樣東西都是適合他們 因為我們做諮詢多 碰過有些朋友都有這個號碼 問他們你的投資賺不賺錢 十個九個都說沒有錢賺 但是他們在房子就賺到錢 是的 尤其是寫給老婆那些 通常都會賺到錢 寫給老婆 不是的 洗字都可以的 總之就不要衝動去 因為你衝動的 樓簡單 不要說是花錢 衝動 喜歡是投機 因為人的賭性很重 可能層樓寫你的名字 但是你覺得有甜頭 第一次投資贏錢 第二次投資贏錢 就賣了樓樓 然後就輸了 是的 業主也不要寫他的名字 是的 業權也是寫給老婆 寫給老婆 賭性重就更加不好 腳踏實地 比如說 穩穩鎮鎮 有些人喜歡賺兩萬元 賭萬元 他不習慣有儲蓄 總之那些錢是不安心的 要賺出去 一定要賺出去 但這個也不困難 不是叫做嚴重 最嚴重的是下一組數字 就是369和639 例如3月15日出生 例如3月15日出生 例如6月15日出生 例如369和639 3至行頭 是小花筒 很有趣 639和6開始行頭 是大花筒 但他們這班人 都會有錢 可能他們自己沒有賺錢 可能某些人是前夫供養他 又或者是兄弟姊妹在供養他 他又不是太有錢 但他洗藥也有 不代替自己有錢 有錢袋 就是錢勾用完 把錢都洗完了 當然不會每個月洗100萬 可能每個月洗30萬 他沒有工作 不知為何有三萬元一輩子 就是這類的 如果369就花少一點 但639就花得多一點 當然沒有子女就更好 為何沒有子女就更好 如果子女有這個數字 你找多多都不夠她花 其實在我們13組的數字裏 其實有一個叫子女下屬 如果我們的財富號掉到子女下屬 代表什麼呢? 就是你找來的錢很多都是花在子女上 我建議369如果有639、369的人 最好有一個好的名字 一個名字會鎖住你的錢 你會有個集辦儲錢 如果你沒有好的名字 她就無緣無故不斷花 我見過幾個個案都是這樣 不如分享一下是怎樣的 她可能有一層樓 那層樓又不是她的 可能有些兄弟姊妹買給她的 這麼幸福? 然後又沒有工作 但那些兄弟姊妹每天夾些給她些錢 她又很節省 政府又給她些錢 有一個老人家經常在家 有空去旅行 很優妨又不妨 又沒有子女 有這些人 那她只是在享著子女福 不是她沒有子女 沒有子女 沒有子女 是兄弟姊妹的福 是的 這些可能是前世做樂的福 急勢 有這個號碼的人 其實 即使我們說這些這麼好的財富 很多時候都是祖先流下來的 是的 其實通常是祖先第一 我們有一個叫做隱藏號 隱藏號 通常是有這個號碼 就是祖先給她的 那你本格局不夠 那為什麼我們會 在佛學的角度 為什麼我們今世這麼有錢用 因為前世報師很多 所以今世有錢用 但是如果前世很省貪的 經常都拿別人的錢 今世就會很老闆 又或者是傷害了別人 就是貪了別人很多東西 然後今世就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 其實是很科學的 我們叫做因果 是的 今世做多些善事 下世就積了些善事 那就是奉勸 就是369639 有一個好的名字 一個好名字 可以鎖回錢 就不要不停花 是的 就是比起晚年你上來 如果沒有一份保險 到時如果要那些錢 要那些錢上來都很痛苦 是的 所以我們要早些籌劃 幫自己 就算你說 我有一個好的號碼 是否代表一輩子都不用做 又不是這樣 不是的 都要早著先機做準備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 號碼沒有好壞 只有能量高與低 能量高就有錢花 如果你能量低的 你想花也不能花 那些錢可能不是花在自己身上 是 可能花在子女 或者其他地方都不奇怪 是的 接著我們還有一個 下一個號碼 就是966和696 這是最大的財富號 在我們這麼多號碼 如果事業有966 或者主性格966 會怎樣 生活上 就算他不行 他老婆也會幫他怎樣 是嗎 是的 我看到很多 在事業上 如果他 有些人是這樣的 我沒有事業 但肯定老婆幫到他 因為老婆可能打工 什麼都搞得好 如果主性格966 就好些了 主性格966 就好些了 人主動很多 經常想怎樣賺錢 但是通常 如果有主性格 有966 通常都是那些人 我會覺得他是 八手卿家都 是找到的 如果你放在未來財富的子女那裡 是很大的事 為什麼呢 如果子女那裡 通常那些子女就花了他的錢 未來 未到 如果沒有名字 因為966 這些名字很有趣 你找到很多 可能真的什麼都沒有 很極端 一定有一個好的名字 去承載著 對 要鎖得住 沒錯 另外966很有趣 因為6本身是吸材 6這個號碼 如果966這個名字 碰到人身上 又沒有一個好名字 很有趣 他去到哪裏呢 例如餐廳 或者其他地方 明明不可能餐廳沒什麼人 他一坐下 就有很多人來到 是的 那叫什麼呢 我們叫點石成金 就是幫人家作嫁衣裳 是的 就是把那些王氣給了一個店 還有一件事 我們有一句說話 就是幫銀行打工 就是幫錢搬進去 然後又搬出來 因為他鎖不住那些錢 是 是 是 有些人是有這個號碼 但為什麼沒有的呢 就是因為你鎖不住那些錢 就是財力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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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走過了 你都捉到他 是 很多時候 經過一隻手就沒有了 是的 很多時候都會有 看到 當然966的格局是高過696 還可以傳三代的 如果這個財富有一個好名字 除了自己可以用到 然後你的子孫都可以一路帶下去 是的 因為這個是祖先帶下去的財富 是的 所以如果有好的名字 加上自己是穿大實地 通常有966 尤其是有兩組至三組 如果那個能量高 一定是過熱身界 多數都是過熱身界 就是羨慕不了 是的 希望大家都有這些財富好 我們還有一個很極端的 3個9 那會怎樣 3個9就是9月9日出生 9月18日出生 也可以 但是他極端的程度是去到哪裏 一是很好 一是很差 是的 但是如果他在金融 因為金融的錢來得快去得快 所以很容易 這類人就容易貪心 因為見到錢太容易 希望十萬元 一百萬元 一百萬元 都沒有了 可能要到欠人家幾百萬元 是的 因為本身狗都是貪心的 是的 即是多機會 還要3個9 你想想 3倍的貪心 所以他有很多機會 經常想賺錢 但是若果他用的方法不適合的時候 其實可能一招清袋 是的 我們有一句俗語叫做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你想想得好的 就算是天堂 但是如果你的心態走歪一點 就是一念地獄 可能承受後果很嚴重 因為這是一個很極端的號碼 好就非常好 差的話走路也不行 就是這樣 因為九個本身是屬木 三個都是木 金是黑木 所以為何金融 不是太巧合 因為黑住它 你不是說木禮一定不可以做金融 而是 但是它有三個 又太厲害 三把斧頭砍一個木 如果是屬木 就很大 如果在命定的八字來說 如果說定的術數 我們叫金金砍甲引丁火 甚麼意思呢 尤其是冬天出生的日 如果你有三個狗 你可能做金融會適合你 是嗎 因為有火 尤其是木深火 對 譬如說有數字 可能是279、729 火是平衡的 它又會賺很多錢 因為火就融了金 因為金的力沒有那麼強 第二是異性桃花多 桃花多 桃花多 桃花能幫到他的手 桃花就是人緣 人緣 貴人 貴人 其實這個桃花是貴人 是幫到他的 幫到他的時候 你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這類人是死心踏地幫 因為有這個組數字 你的異性朋友是死心踏地幫 不一定跟你講簡潛的 嗯 一定是感情 老師是想說 是 九九 這個比較極端 大家就要留意 對 大家如果想知道自己 究竟有沒有財富好呢 究竟我的財富會不會財來財去 究竟我怎樣可以儲起錢 你快點找我們做諮詢 對 WhatsApp是6286-0670 對 我們收到有兩個觀眾的諮詢 我們都是想問關於自己的財富 對 有位Mary Mary小姐 對 Mary小姐 她想問什麼呢 對 Mary小姐關於財富 她想問一下 因為她看到自己有516 聽了我們說 究竟她應該怎樣發展 或者怎樣可以 方向會令自己增加財富呢 首先 如果她有516 她也有459 也有729 主性格 是嗎 對 主性格 如果有516 即是向外賺錢 都喜歡賺錢 五方進財 剛才我們提過 五方進財 如果你跑出去 會好些 如果她是做生意 假設她在香港做生果 可能她在香港做批發 可能你跑出去 跟別人去泰國 或者去馬來西亞 拿些生果便宜回來 可能她會賺多些錢 嗯 即是做一些海外的生意 對 你一定要跑出去 要跑出去做 即是做其他市場 不要就是做香港一個市場 不是 其實是說 你去外面找些東西回來 因為外面你拿的東西 來香港買 或者拿去大陸賣 這樣 因為這些是賺外面錢 是 你沒有外面的疏醒 那你怎麼在香港賺到錢 即是 我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生果檔 那自己做買賣 那你想做批發 那你就親自要走出去 親自走出去 可能對你的收穫會更多 是的 因為那些人會來找你 很有趣 你不需要求她 你去到那裡 有人介紹 那些人會來找你 沒錯 這樣有個好處 而且 她在事業那裡都要156 挺好的 主性格又516 事業就156 所以她必須要走出去 是的 事業過程 首先 因為她有兩組數 459和156 還要是做自己的企業生意人 做生意人 最初可能她是要求人 做一做一做 她就有自己人來找她 就是這樣 這組數字 她的事業過程 在一生裏出現兩組 亦是主性格一組 加上她當下朋友 她見到那些格局高 她見到那些人 那些人是有錢 可能是有錢過她 變成她容易成功 她的命是很好 即是容易成功 是的 她在事業上的發展 如果她的格局夠大 和能量夠高 其實她又肯衝出去 她還有七二九 二姓貴人 又有貴人又有財 又有五方來財 還有她五身至日 她的自身很強 自身很強是七 金又有七 你想想木 木是甚麼 木是水果的 水木 因為用那些木種出來 做水果就比較適合她 又或者做木材生意 做木材的貿易 就比較適合她 因為金可以刻到木 是的 如果她做服裝也適合 因為是水木 服裝也是水木 麵花 這類生意也適合你 那她的個性會不會比較強悍一點 因為這麼多金 做生意是這樣的 做生意一定要很有主見 還有很堅持 如果你不堅持自己的意見 你優柔寡斷 別人會覺得你優柔寡斷 你寧願強勢一點 做老闆 對就錯就錯 自主權的 但是過程做了一些決定 就要簡單一點 盡量簡單 就不要想得太複雜 不用的 因為你的命有 你想得越簡單 錢就越容易 是的 她本身是有的 而且她的錢財位 其實三個剛剛好 是的 不是太細的錢袋 都能裝得到 就視乎她有沒有好名 她有個好名就差很遠 但也看到她沒有二三七八 如果沒有二三七八 代表什麼呢 可能她說話未必很厲害 但她有個好處 她人不衝動 她沒有三 她四閒頭 思考策劃 想得很清楚才做 可能她人緣不夠 即是變成一個洞察力 七是洞察力 是的 人緣和洞察力 是的 六是第六感 現在主性格 五一六 即是如果她做生意 她想的生意 她的感覺很強 知道可以做 可以做 可以做 想得很清楚 她知道要做 所以這個命 不衝動 是的 這個命是一個 挺不錯的 挺不錯的命 可能婚姻就差一點 因為她是167 以及191 在母基因那裏 是的 562是167 你發覺 當下的貴人就一定有 因為異性婆花有 是的 729 但問題是 事業就發展得應該不錯 如果她走高運的話 在婚姻那裏 就棘手一點 是的 感情方面 我們叫做 你有事業 就未必有婚姻 有婚姻就未必有事業 這麼慘嗎 沒得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怎樣可以 第一 就打電話來諮詢一下 是的 諮詢一下我們 我們也有些方案 可以幫到她 有沒有好的名字 是的 其實她是72年 其實她是71年的 因為她未立春 所以屬豬 是的 如果屬豬 最重要是有個名字 不要隔壁 有刀 有一個人 湯匠 是的 要配合她的五行 如果這個格局這麼好 但又賺不到錢 就很可惜 所以有個好名字就可以了 其他沒有什麼 好 多謝老師 好 我們看看下一位 是 我們有個陳生 都是想問問她自己的財富 有沒有財呢 如果你比較起來 這個陳生的財富 就沒有剛才那個 Mary那麼好 Mary的格局這麼高 但她也有一七八 可以做到全世界 剛才你說 但她要親力親為 她這個人是一號人 是 她有很多想法 但什麼都要做親力親為 是嗎 其實她 這一個就是 做一些小買賣 二八一 不是八二 一八就做大買賣 但她是二限頭 是 有個格局 她也是小買賣 但她人生裏 因為她可以做一七八 一七八 剛才提過 有四樣東西不可以做 是 借錢給別人 不要借錢給別人 也不要擔保 借車 也不要借車 不要做持牌人 不要做持牌人 因為這類東西很容易 運一低 就會有很多官非 是非走出來 變成你只處理是非 都沒有時間去做生意 就是這樣 但是有個 在財富號方面 她也有些東西 她在當下朋友有個696 然後也有個大財富號 966 在未來財富 966 你不要忘記 她在未來 紫色 和紫孫 你留些錢是給她們花的 當然你留得到當然好 但有兩組好 因為她有小財富和大財富 所以當下朋友有個小財富 即使她的朋友或生意行人 格局也有差不多 但因為她整體有這兩組錢 通常這類人是大財富 尤其是行九號運 今年行結果 對 變成她有很多東西 就有修成了 可能之前安排了 今年就修成了 對 今年修成了 通常這類人是大財富 尤其是年輕的時候 就要付出很多 到晚年 可能她五十多六十歲 才有機會收成 都是這類人 但她在父母貴人 肚為零 通常我們說零 狀況比較差 是否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肚是有突發病 是肥胃 肚是煮皮肚 可能她經常工作 食無定時 可能會有這些事情 還有父母也未必幫到手 未必是她的跪人 剛才你所說 都是要靠自己 自己打拼 可能累積了一些財富 之後才可以令她的晚年 和她的子孫好 是的 但是她的相差很大 變成父母的緣博 甚麼博呢 不是爸爸媽媽的 可能大家不同處 雙隔兩地 或者是小溝通 也是這樣的 小聯絡之類 或者是早期自打一個不在 即是你逢日六或七月高 父母可能是那一個 很早就不在 通常都是這樣的 但整體格格來說 這是先苦後甜 當然沒有阿Mary那麼高 但也有不過不失 如果一生人有不過不失 也不錯 但子女下屬有933 是否要留意一下自己身體狀況呢 通常是一個子女公 即是說 如果子女出生 通常有機會是看藥多病多些 對嗎 而且也要對家庭很好 不要做一些背叛的行為 因為我們933的子女下屬 就說如果對家庭做一些不好的事 其實對自己的健康也不太好 因為931本身是一個腫瘤號 是的 腫瘤號 即身體不好的號 是的 但如果她的婚姻過程 有這一組號碼 它有189 189 還有786 786其實是好號碼 是一個異性貴人 即是不付出的異性貴人 可能她的伴侶也挺幫到她的 在這裡 這個就要看了 可能她這些就是 但因為我不是很認識陳生 比較容易會結兩次婚 因為是189 是的 189 178 母基因178 這也是一個婚姻號 189 也是 因為她顯身了189和786 是吧 178就是966 很簡單 但這組如果是母基因 母基因是婚姻 要把持得住 所以剛才她把持得住 其實健康就會好一點 可能會影響到 是的 但是奉勸陳生 這些生意都是要腳踏實地 一步一步 不能投機 因為如果做這個生意 通常都是做實業的生意 即是穩穩陣陣的 當然 如果你做得久 可能她很早做生意前 就碰過很多釘 要晚年才能走運 但整體格局都不錯 可以的 好了 我們的財富篇 我們就說到這裏 是的 如果大家對自己的命盤 究竟自己的財富是怎樣呢 怎樣可以找多些財富 或者用什麼方法 歡迎你們又Whatsapp過來 我們的電話又再說多次 62860670 是的 歡迎大家Whatsapp 是的 歡迎大家Whatsapp 我們有一對一的諮詢 是的 我們說完財富 我們下一集說什麼好呢 我們說健康 是的 健康也是財富 其實你沒有健康 你賺多多錢都沒有錢 是的 所以我經常說健康就是財富 是的 健康就是財富 有健康就有財富 其實永遠都是 你發覺 如果將健康和財富兩個人一起秤 健康永遠排第一 你沒有健康 你有多少錢放在你面前都沒有意義 或者你可能用了一輩子的健康 去賺了很多錢回來 但是呢 就變了就是 你的錢就要醫治你的病 所以就 各個都說 就是 問老人家都是這樣說的 什麼都是 譬如說 新年 大家要恭喜發財 第一件事就是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特別現在這幾年疫情 大家更加注重了健康 是的 很有感受的 就算你現在很多錢 經常都睡在床上 有四個護士都沒有意義 真的沒有意義 很多錢 又不能行又不能吃 都沒有意義 所以呢 其實健康不可以是賺完錢 你才去收拾健康 其實要養成一個習慣 其實最重要的習慣是飲食 飲食很重要 有些人 他吃齋 但是他很精神 有些人吃很多肉 但是他經常都病痛 我們看到很多都是這樣 其實我們人的腸胃 其實是適合吃齋 就不適合吃肉 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嗎? 可不可以多說一點 怎麼說呢 因為我們的牙齒都是犬齒 都是吃素為主 你留意一下 如果有些動物 或者牠經常吃肉 牠的牙齒 前牙或者裡面的牙齒都很大隻 因為牠要咬 其實我們的牙齒 天生出來 不是要咬的肉 其實我不是鼓勵大家不吃肉 而是寧願少吃肉 多菜少肉 腸胃也好一點 而且很有趣 在日本人 大家可以說多一點 如果吃肉 例如我們煮飯 牛肉、豬肉、魚 其實是不好的 而那天吃紅肉 例如牛豬 那餐牛豬多 然後加點菜 如果那天吃海鮮、魚 那些叫做白肉 那餐就是魚和菜 日本人的概念 又吃牛又吃魚 就好像中毒 就是牠們的概念 因為食物都有雙蔥 沒錯 其實是事實 所以吃是貪吃口感 只是貪吃美味 很多人可能很喜歡 例如有些四吋 你會發現牠們很油 很多八角 很辣 很辣 你會發現 因為經常都這麼油 去吃火鍋 牠們很早有脂肪肝 二十多三十歲 有脂肪肝 正常 多些觀眾記得上網看 我們會說多些健康的話題 還有一些數字 通常腫瘤後 也提及過 是很容易發生這些病 所以每兩三年都要檢查 身體檢查也很重要 是的 那財庫還有沒有提示給大家 財庫最重要的是能量高 不是說這組數字一定會賺到很多錢 其實每組數字都會有錢 只要腳踏實地 還有最重要的是 我們經常說 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 但是人無數 認識很多人 不如找高人指下路 最重要是不會影響運程而為主 其實外面有很多種學說 看哪一種學說適合你 我們就是數字逆經 我們數字逆經的特別是 用一個很大的數據去統計出來 這個數據統計出來 純粹是一個作為給你們參考 但不是一定要百分之一百的 但你也要值得參考 因為它是一個行為性格統計學 用幾千年的大數據去分析出來 其實那個準成度都高的 坦白說 最重要的是 就算你有一個好的財富號 都必須有一個好名才可以 承繼到它 然後才可以一路運用 最好可以一路流傳給自己的子孫 甚至乎三代 是啊 大家都要去了解一下和去學會 變成自己這麼辛苦找來的財富 都希望可以用得到 沒錯 就不是說左手來右手去 坐來坐去 那就浪費了錢 沒錯 好了 今天我們差不多了 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健康片再見 拜拜 拜拜